哈囉大家好 那我現在人又來到了利豆咖啡的工作室了 那我今天來主要是想跟老闆探討一下說 上支影片老闆有提到的烘焙瑕疵 那我就想請問老闆 你覺得在我們烘豆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哪些操作不當會造成烘焙瑕疵 好那烘焙瑕疵其實還蠻多種的 像是表面灼傷啊 快速烘焙慢速烘焙 那風味發展不安全 這些全部都算是烘焙瑕疵 那烘焙瑕疵也就是人為因素 就是烘豆是指責它操作時大 那我們在烘豆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我們要避免掉這些烘焙瑕疵 那其餘的美妙風味就交給咖啡豆的本質喔 那我就想請問老闆 那在烘焙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該如何去避免烘焙瑕疵 方便透露一下嗎 當然這它其實每一個烘焙瑕疵都有 它產生的原理在 但其實我覺得用講的可能不是那麼的清楚 那不如我們待會邊烘豆邊跟大家解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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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今天做示范的豆子是由巴拿马巴鲁果餐邓肯庄园的白蜜处理 邓肯庄园也算是蛮有名的庄园 这支豆子在我店里贩售的话 烘到前面也会带有一些成熟挂果 像是香挂的香气 还有蜂蜜的甜感 整体来说它口感满滑顺的 那我们待会就用这支豆子来做测试 那我们今天来示范一下烘焙强制的其中一种就是表面酌商跟风味母这件事情 那表面酌商的话成因有很多种 那其中一种就是入洞温太高 入洞温太高的话豆子瞬间承受太多的热能 那因为我们烘焙的时候咖啡豆在里面是翻滚的 那咖啡豆会这样子跟锅壁接触 那这样子所以我们锅壁太热的话 就会导致豆体表面酌商 因为它瞬间烫伤了这样子 那这样子也会导致成导致风味母母这件事情 风味母母就是说 今天在喝这支咖啡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喝到一个明确的风味这样 那我们今天因为是要刻意做让它灼伤 所以我们今天一般来说我一磅的烘焙量 会入洞温大概是150到160之间 那我们今天要故意让它烘的难喝 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拉高到190这样 让它表面灼伤会不会不明确 现在到190我们就入洞 好我们来找到最小 再来就是我会用到4 那因为每个烘豆机 它的火力配置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集中参考 就是在我的烘豆底上 好看起来快准备要多伤了 像这些黄黄的 特别黄的点有没有 筷子准备快挫伤了 有了有了有了 这个等一下再烘久一点它就会挫伤了 会从那个头开去 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烘焙时间太短了 我们把那个 火力稍微调小一点点 好好 调最小好了 因为其实那个已经差 升温太快了 特别我想说 好快喔 三分多已经到150 160了 三分多 那这个就是灼伤了 有没有 对对对 对啊 这个就是灼伤了 对对对对 那其实在学烘豆 这一块呢 就是把 怎么样把 咖啡通的难喝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要怎么样把咖啡通的难喝 那你才有办法知道说 你要怎么样避免掉 什么样的操作 什么样的风能 什么样的火力 去配置 才可以避免掉 咖啡通的咖啡通 对对 这样子喔 我个人是怎么觉得啦 对啊 对啊 把他健保之后 我们 五分 五分多就引爆了 对 我们的火力太强了 那老板 今天把他烘到全培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烘蛋 要在咖啡 好 这颜色看起来是全培啦 没错 这种预测药的培度 所以老板你这一锅整体 就是都是用最小的烘的 对 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烘焙瑕丝 风味模糊 那所以风味模糊它比较常出现在说不合理的风火配置 那其实我今天那火力是大火 因为我要让它煮上 那相对硬的来说 我们应该要搭配大风门 才正常的烘焙情况下 我们应该要搭配大风门 它才不会产生一下子风味 那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风味模糊 就是你喝这一支咖啡进去 然后你没有办法明确的喝到什么风味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风到来都用小风本 来制造这个表面灼伤 跟风味模糊这件事情 这样 那因为刚刚烘焙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它系统它没有承车到我们下斗一点 这样子 那这锅我想要做的烘焙瑕疵是 表面灼伤 风味发展不完全以及风味模糊 那待会儿我们再来喝喝看 我们先烘一锅我们正常的烘焙 這是難喝的 那這個是好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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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豆腔上我們沒有辦法看出太大差異 那待會我們就來喝喝看 看他們到底好不好喝 各位那我們現在來試喝一下 這個是好喝的 好喝的 好 好 瞬間感還不錯 然後一個瓜果類的果乾的味道 OK 口感還蠻花順的 那我們來喝喝看難喝的 有一些色感 其實色感還蠻強烈的 對在喉嚨 那個舌頭上面有色色的感覺 收斂的那種感覺 酸色感很明顯 我覺得也有一個苦韻 苦韻我覺得倒還好 我比較沒有喝到 但是整體來講 我們可以 我這樣喝我可以整體 感受到那個輪廓 就是好喝跟不好喝那個輪廓是有的 這樣子喝 確實是有烘焙上面的差異 但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也不會到非常的難喝 那麼老闆你覺得這可以送嗎 只要是各位觀眾想要的話 當然可以送 那送的方式 我們就按照上一部影片 這樣子 只要是老闆的客人 在我們利豆官網下單 然後輸入專屬代碼 那這次不限金額 只要有輸入專屬代碼下單的話 我們就送各18克的咖啡豆對照組 那數量有限就送完為止 好啊 那真的就太感謝老闆了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們有拿到這兩包咖啡包對照組 我建議就是一次把它沖掉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比對 這兩個烘焙上的差異了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利豆老闆 那這部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